听说男人的脸是可以看出来他的兵器的长相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前的话呢 把Double Hall自己讲话的这个体能来讲以前的动辄30分钟起跳没有什么问题的 但是现在有就不错了啊 这个确实这个没有办法了啊 那这个小套组的话呢 它是两个成员绑在一块的 规避版权的关系呢 它们还是取了新的名字啊 那么呢 黄色的这一款的话呢 它叫做P-Ledge 直接翻译的话就是抢劫 另外一款红色的跑车呢 叫做Content Content是包含的意思啊 那anyway我们就规避版权的关系呢 我们就跟它黄色的P车还有红色的C车嘛 那本身的话呢 它们都是非常小型的小比例玩具啊 这个跟官方的这个Commander Class几乎是同一个大小 那零件数的话呢 倒用的不赖 可是呢 我个人感觉啊 这一次这一款这个Content它的一个塑胶 感觉不是很优啊 偏硬的一个感觉啊 而且就掰了几次 变形几次之后啊 手指会传来有一点疼痛的感觉 这一点个人觉得是比较比较 不是那么样的一个好的一个手感 然后它的一个这个地方 二头肌 还有手腕 这两个地方的转轴呢 啊 都是非常的紧的啊 我上了一点细油啊 或者叫做叫做龟油啊 在大陆的话是叫做龟油啊 如果不这么做的话呢 基本上呢 很难转的动啊 再来的话呢 它的一个可动给各位看一下 它这个头部是一个球形关节 可以往抬到往上看 没有问题 头雕的话是面罩加眼镜 手臂的360度的转动 没有问题 然后呢 这个地方 是一个小小的一个过渡的 那手腕也可以转 枪的话呢 我是凭自己感觉去配的好像说明书上没有 呃 说说枪是哪一把 配哪一把了啊 那我自己的话呢 是听说 就是 男人的脸是可以看出来他的兵器的长相吧 那也所以我就呃 自顾自的就把他这样子给配上去了啊 当然这个是胡说八道的啊 这个其实我只是看这一段长度跟手臂有接近而已啊 千万不要相信什么看男人的长相可以知道他的兵器长什么样子 没有那种事啊 你说看妹子的长相可以推断他的 呃 小腿粗不粗的话呢 我是相信了啊 但是 男人看长相论兵器 这点是骗人的了啊 再来腰身也是可以转动啊 脚的话呢 是前后左右踢没有问题 外摆内收也是有的 膝盖可以弯到约90度 脚踝的话呢 有一个一个接地 那这个脚踝的话这样有点松 但是你把它往这边推推到底按一下 啊 基本上呢 就比较稳固一点啊 不晓不晓得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啊 那么这一款的一个人形的比例啊 四肢 四肢比例其实都还是挺好看的 那么另外这一款这个黄色的抢劫 他最吸引我的是他这个头雕啊 我喜欢人脸造型 这个头雕真的做的很好看 而且他的一个头啊 这个橘色蓝色 跟他其他身上的这个黄色啊 可以说是一个很大的不同 我不知道这个配色是不是本来就这样子 就感觉他的头就非常的显眼 手臂的话呢 感觉好像 是不是短了一点啊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种感觉啊 就好像应该要再下一点点 那么背后来看 背包的话呢 还挺有意思的啊 就整个造型 记得是把它给往下压下来 但是背包跟本体啊好像没有得扣上去啊 这是他比较可惜的一个地方啊 那我们来示范一下这款contact的一个变形过程啊 首先的话呢 我们把这个手臂的话做个简单的缩短 再来的话呢 这个手掌呢 要记得做一个反转啊 如果你不做这个反转的话呢 最后的这个车子的一个形态呢 会翻的啊 组合形态呢 会不够密合啊 那我这边的手呢 比较紧 我就把它透过武器来协助我们把它翻转 那手臂 手掌记得反转过来 再来把这个背包给打开啊 然后你就会发现呢 这个 里面这两个白色的凸啊 我们原本要扣上面这两个红色的洞 先要扣到内侧去 那做法很简单了 只要顺势的把这个手臂啊 往内推进来就可以了 然后推进来之后 压住它的情况下呢 这个引擎盖往下压下去 基本上呢 就可以扣到一个定位啊 虽然是看不到 但是呢 这个位置来讲的话 是照这么做是不会有问题的了 再来的话呢 我们把这个下半身的话呢 先把这个 这个啊 这个地方有个滑槽啊 把它往外面推一点点 这里也是一样 往外推一点点 再来的话 把这个地方有个卡扣 简单卡扣把它给松开 这个地方松开 松开之后啊 把这一个这个部件往上提起来啊 提到这差不多啊 简单的说就是把它分开就可以了 这个地方把它分开就可以了 这重点 然后呢 把这个 这个 这块部件把它往上面提起来 这边 到这边 把它给往上面提一点点 好 提到这边的话 只是说方便我们等下做这一块部件啊 这一块部件 我们要把它往上面翻折上来 那翻折上来的话 就是跟这个部件的话 稍微做一个闪躲就行了 闪躲开来之后啊 我们到这里 把这个手掌给包覆到这个缺口里头去 这非常简单啊 这里把它给包进去 然后呢 这个部件到这里来 这个都有组合的一个卡扣 这里又有一个卡扣 以及呢 这一块部件翻到侧边来 压下去都可以了 到这边 然后呢 后面有个部件 这里 翻折上来 到这里 好 然后这个地方 这个卡扣 记得把它给放进去 好 到这边 它的一个容错率还是比较高啊 所以基本上变形可以说是 随便推一推的话呢 也是可以推到一个定位的啊 到这里 把它给转上来 到这边 好 我的手上应该是焊太多了 手有点滑啊 啊 无所谓 这个地方把它翻折上来 翻过来 这块部件往前面推 到这里 这个部件往侧边翻 这里 推过来 到这边 手臂塞到内侧去啊 到这里 推过来 然后呢 这个地方卡进去 再来这个部件往侧边 这个地方拉出来 这里有个滑槽 拉出来之后 往上面提上去 到这边 好 两侧的话呢 就开始做一些简单的合并了啊 这个地方推进去 这里也是一样推进去 好 那么呢 我们刚刚有提到说啊 如果呢 你的那个手掌没有 没有反过来翻的话呢 这个地方呢 它会凸一块出来 那如果你有顺利翻折的话 它这个地方那个缝啊 基本上就会接的比较好一点点 那么呢 这个呢 就是我们这款contact 从机器人呢 到一个红色的一个车辆的一个变形过程啊 那上方这个地方的话呢 你还可以尽量的 去把它们取得更密合一点点 这个的话呢 就是你自己去做一个调整啊 那滚动性的话呢 可以说是达到一个非常好 这边推起来 非常非常的流畅 再来做这一款p-like的一个变形 它的变形的话呢 更加的简单 也是比较有趣啊 首先的话呢 把手臂这个地方呢 给转过来 我们要做的呢 是把里面的这一个凹呢 是等一下要朝内 然后呢 手掌的话呢 再做一个翻转啊 手掌转的时候呢 只有一个方向能转 转错了就转不动啊 各位呢 你就不用特别去记啊 只要你发现它转不动 那就是你转错了啊 这个地方到这里 好 然后背包这个部分整个挑起来 然后把它的头部呢 给整个给包覆进去 接下来的话呢 把这一个啊 手臂这个部分啊 往前啊 这里 往上面 这个轮台往上转 转去之后啊 这里有一个突跟到这个结合 非常小的一个结合 这样子扣下去 然后呢 透过这个滑槽把手臂往内靠啊 就可以跟侧边的这个突跟奥的话呢 就可以做一个结合了 非常简单啊 这个没有任何的难度啊 没有任何的难度 把它给扣上去 腰部的话呢 再选择180度啊 这个腰转的话呢 跟手臂的结合呢 是互相不影响到的 所以还是比较OK的 再来这个地方变形就更加的有趣了啊 把这个银色部件的往上面转上来 两侧都一样 往上转 然后呢 这个什么 轮胎往上面翻折上去 这里也是一样 往上翻折上去 然后呢 两个这个脚啊 先做一个简单的一个结合 我是会习惯先结合了啊 先结合 这里 好 先结好之后呢 就往上面推 然后的话就是这个地方做一个简单的一个结合 到这边扣上 然后这个脚掌的话就直接往下翻上来 到这边变成车子的一个尾翼 然后呢 我们就做最后的一个密合了啊 那这个密合的感觉的话呢 跟刚刚的那个contact都是一样的啊 就是大力出击击啊 用力一顶一压 一推 通常呢 就水到渠成了啊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完成了这款P-Ledge 变形成一个黄色的一个赛车的一个变形过程 它的滚动性呢 会比刚才的那个 那个contact还要再更好一点啊 非常非常非常的流畅 关于这一对组合包的载具的话呢 还是对他们的这个滚动性啊 一定要大大的一个赞美一下 尤其是这个P-Ledge的话呢 一共有六个轮子啊 能够非常平滑的滚动 而且非常安静啊 没有任何的声音啊 然后这一款的这个contact也不赖啊 就比我想象中来的要流畅的多 那么它的一个变形的话呢 主要就是一定要特别留意啊 手掌要记得去翻 脸的话要不要往上推 我觉得无所谓了啊 好像可以往上推 但是这个也不是很重点 那它的一个整个的一个车子的一个引擎盖 这个部分啊 这个完全压到定位的话呢 是可以非常非常平顺的 车子的侧边 几乎可以说除了这个缺口之外啊 它的分隔线来讲 应该说是已经做到非常非常的少了 车尾灯的话呢 有黄色跟银色的涂装 挡风玻璃的话呢 全部齐成黑色啊 上面有两个银色的 这个警示灯还是什么什么什么 这个我就不是很清楚了 轮胎都有打锚钉 那么轮胎的话是一个塑胶件啊 并没有一个橡胶胎 那么这一款的话呢 这个赛车的话呢 是轮胎的这个胎纹的话 直接全部都是直接是cancel掉的 那底部的话可以看到啊 非常非常非常多的这个锚钉 而且还有一些插栓 但这个都是在底盘就无所谓了 在车子的上方来看的话呢 可以说是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毛病啊 那我当时的话呢 以为它的这个肩上这个轮胎啊 会影响到它的一个滚动性 那没想到说呢 这个地方一旦扣上去之后啊 这么好的一个推车的手感 真的是可以大大的一个赞许一下 那么作为飞虎队成员的 两支应该是手臂的部分吧 在接下来的几集里头呢 我会呢尽量赶快抽时间 把它呢做一个最后的一个大合体 那都谢谢各位这一集的收看 我们下集再见 拜拜 by bwd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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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